各位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中国的佛教行门 就是修持的方法 可以说是禅宗和净土最为契机 容易上道 那么禅宗发展到宋代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佛教宗派中 几乎达到了一个一枝独秀的高光时刻 可是因为宋朝以后 朝代更迭进入了元朝 元朝众所周知 因为它民族文化的差异 它本身是崇尚藏传佛教居多 这样整体上元朝的汉传佛教 渐渐的可以说是走向一个低迷 但是就在这种低迷的情况下 有这么一位禅师 他可以说是用自己这个澄清的禅物 乃至出城的文字剥弱 和这个僧阁的这种高洁的风骨 他折服了整个一个朝代 就是元朝 元朝前后几个皇帝 都曾经对这位大禅师献上自己的恭敬 而且数次还册封 赐号 还追封为国师 在这样的影响下 原来只有藏传佛教的 蒙古和南传佛教的云南 竟然也有了禅宗的流布 还陆续出现了一批禅宗高僧 告诉大家 这位禅师就是中丰名本禅师 杭州人 常说自古名师出高土 他的师父叫高丰庙缘禅师 就是为得到高僧 他老人家一生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行头土行 我们知道头土就是苦行的意思 硬生生的在西天木山了 闭关十七年生死过 所以说他可以也是宋朝禅宗里边 这样的一个非常出格的大丈夫 宗风名本禅师 是这位仇妥禅师盟下最杰出的弟子 他几乎有着跟他师父一样的风骨 一辈子非常的清苦 名漫天下 但是他对这个世间的名望 唯恐避之而不及 大家要知道 当时这个官府 很多大的丛林都来引请他 德行招感 结果他为了躲避这些名利之类 宗风名本禅师了三十多年 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我们佛法讲无常 在佛陀时代也是说 比丘就不能在一棵树下超过三天 所以宗风名本禅师常常是有时候住在船上 有时候就在长江上下和黄河两岸到处就是这么云游 甚至有的时候他就随便找个寺院暂时居住一下 大家相应了聚在一起说说法 可是有的人又被认出来了 那就又走了 所以他所建居的这些寺院安堂一律都称作叫做换住安 我们又讲到安了 我现在住在白环安 安就是典型的民间自愁结社居住 结这个道场居住 一般寺院是政府皇上这个事件 所以因为他在江南一带油画的非常的法院殊胜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草根民间式的洪荒方式 还被人们送了一个美誉叫江南古佛 当然我们一听到说这样的一种超然与世外的禅师 那他肯定又是紧绷绷的 这个没有什么生气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完全不言笑的古行僧 他也有禅者的这个清风明月 大修行人的圆容无碍 特别是他在世间文学和书法上都有非常高的造诣 可以说是当时很多的王公贵族呀 名流士大夫非常推崇的精神领袖 也就是说他在射受众生的时候呢 其实各个阶层都是面面俱到的 我提一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大夫书法家 赵孟虎 赵孟虎跟他有着一师一友的深厚法院 他们之间常有这个书信来往呀 探讨探讨佛法 交流一下心得 这个明本禅师呢 还给他写了一篇叫做免学妇 就其实是对他一种劝诫说道 他说古人呢 是通过这个学才学艺而达到这种道的境界 就是所谓的禅察一位 禅书法也是一位 禅思辞歌父都是一位 是实实在在 确实有法有道的一位 但是他说 后来的人 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行了 空腹学道的声明 但是呢 实际上心就流于才艺了 舍本竹墨了 没有真正的禅的这个物境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来勉励赵孟虎 害怕他由于这个呢 成为他的障道阴影 可以说两位呢 既是在道上的知己 在这个世间呢 也是有非常高纯的这个法仪吧 宗峰明本禅师呢 他一心留下了很多的 这个语录文集 甚至有上千首的诗迹 他对后世的禅宗 特别是净土宗 阿弥陀佛 都有非常深广的影响 他写的一百零八首 怀净土诗 可以说是独赞 偏赞净土 力劝世人 求生西方 给大家读一首 他说 大梦宅中无一法 万法皆空 与无法处有千差 因果不乱 回观自性离分别 就是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重开白藕花 将来 其保持莲花化身 所以白藕花 我们普陀山也叫做 小白花山 大家听了这个诗以后 希望我们也向 宗奉明本禅师 在诗中勉励我 我们一样说 急躁念弥陀 舍次缩婆苦 急躁念弥陀 取比西方乐 这是正法 正法 也是最容易上手的法 最容易成功的法 南无阿弥陀佛 也在乌 我 他就排着 画 这 意思 ? 破